請問特色 你要各位把心情轉換一下 現在已經是非常美,很浪漫 所以你們自己的運氣非常的好 我們中心自然幾段非常的特別 山啊、嘴啊、殼啊很多 那你們今天來到我們厚禮榮中 我主要跟你們分享的是說 我們如何跟水、跟小溪如何共存 這也是我們中心所要學習的課題 怎麼跟自然共存 就是說在我們用我們那個行動力 跟那個生活來結合 怎麼來展現 然後來跟旅人來演 那慧龍哥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孝樹 就像說你們一進來呢 我們用孝樹銀冰 那個關於請教我設計一下 那我就用那個冰 這個冰 因為我們是五、六年代的 在我們那個年代 家裡大部分都沒有冰箱 所以吃到冰是非常敗烈的、很快樂的 然後再加上呢 我的鹽樹 那個酵素 那我今天那個酵素銀冰呢 就用紅肉魚 比較單一個 那這個酵素怎麼產生的呢? 一般的果醬都用那個大火去熬煮的 可是我的酵素都不用火 都不用溫度 所以它的營養價值呢?很高 我們都知道呢 食物碰到火的話 它的營養、火性就已經沒有了 你再吃再做一項 你只有火性它會任何 火性就沒有了 那我這邊以酵素為主呢? 都用長時間的發酵 用自然的發酵 而產生的 所以你們今天喝的那個酵素一瓶的 打成乳狀 就這樣而已 都沒有弄過溫度 這是我們第一道設計的酵素一瓶 希望各位要讓我們吃一個很喜樂心情 很純潔的 然後加上讓我們鹽味很健康的這個鹽樹 將陸起的兩塊一杯 兩塊一杯克冰 那第二道呢 就是我們裝飾的插櫃 插櫃呢 就是我們這邊的一些試者 老者 那個阿蜜 常常在鄉間小陸 加一起那個鼓氣草 我們台語叫做氣桿 那個叫鼓氣草 把它加在那個櫃裡面 其實做那個櫃 做的也是蠻好的 它整個都搞這個氣桃之外 還要去擦 你看看 然後呢 那個最多傳統的 傳統的手工精彈 你看一下 一般現在做這個都是用機器的 去打 打到很Q 沒有錯 可是比人要Q 可是他手工精爛爛爛 那個Q度剛剛好 最多那個是點不可能 還有人的味道 好 蠻好的 感谢观看